2024蓝参江湄公河合作周 绿色蓝煤计划 低碳与可持续基础设施支持共享圆桌对话 5月28日开幕 蓝煤六国光源、专家学者等共聚云南昆明 回顾蓝煤环境合作进展 展望未来发展 蓝参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 流津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 串联文明传递友谊 8年来蓝煤合作机制下 六国环境合作硕果累累 2023年12月 蓝煤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 发表蓝参江湄公河合作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内比都宣言 和蓝参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提出持续实施绿色蓝煤计划 重点推动本地区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能力建设 蓝煤绿色低碳可持续基础设施 支持共享平台建设 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框架下的 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加强与其他相关次区域机制沟通 为了合作的合作 提出的合作 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为了保护的领导 地区域的领导 为国家 我们希望是能够务务与与国家 不仅是澳洲国家 而是中国 中国是最主要的目标 Mekong-Lanchang是一专业 提供技术的支持 对国家的技术 随着各成员国的机器是会发展的 现在蓝梅的区域 也是面临很多环境保护的挑战 需要各国加以努力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本区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的内容 我们的越方已经提出一些合作的项目 涉及到水资源的安全 我们认为现在比任何的时候 和这水的发展 绿色的发展 是更为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的机制 虽然几步晚 可是我们的机制 必将为了推动 我们的本区域的合作 本着平等互利的安全上 继续发挥好我们的作用 现场咱参加 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 2018-2022评估报告发布 全面梳理首期区域环境合作战略实施成效 总结阶段性进展和经验 完善蓝莓环境合作机制 分享区域合作良好实践案例 评估结果显示 第一期蓝莓环境合作战略 充分响应国际环境气候治理框架 全面对接蓝莓合作整体目标 和六国绿色发展战略 有效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主流化 助力区域绿色发展共识和明星相通 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发展 我认为一个区域区域尤其是我们的国家 此次语言桌对话活动由蓝三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蓝梅六国嘉宾将结合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与绿色价值链 气候变化适应 环境质量改善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等主题 开展调研和研讨活动